增線是來源於家庭 但是它也可以做出一種 令人刮目相看的一種藝術作品 藝術作品其實更多的呈現的是思想 我們書繡叫精細雅結 材料上面精細 觀賞上面叫雅還有乾淨 你材料是細的 但是同樣的要求 心思也是需要細膩的 我對敦煌感興趣其實應該從05年開始 甚至可以再往前推 所以敦煌的西北文化遺產對我的吸引 壁畫以及佛照像佛國的故事 這種落差是會給人內心有一種震撼的 我就想要知道敦煌的刺繡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無數次的一直在用我的心 在尋找著敦煌刺繡它的蹤跡 第一扶繡它的時候跑美國、跑英國 敦煌也是經常去 我希望還有某種東西在等著我 我為了要去看原作 可以講我追尋它十萬八千里 他們在思考跨越時空這幅東西到現在都很當代的 它並不是說這麼遠古的東西到現在就個老土 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的认知上 尤其对我自己的认知上 包括我现在带的个小朋友 包括我们工作室的人 所有的眼光都蹭蹭蹭地往上拔 非常严谨地认真的 来对待我们手中的这根针线 然后认认真真的来传承好它 努力地做好当下 感谢观看